社工不要在這裡 我們看到一個很悲慘的社工 只要看到那個新聞上有個案出示 他都會去看他說 這個是不是我的個案 然後長官給他們說 個案就是不能出示 公會指出社工陣亡的三大死因 其中工作範圍 小到機車超速 大到隨機殺人 全都難刮 為了達到大數據分析 涵蓋率指標讓他們每天 都在對績效檢核標打勾 脫離服務對象 想參加衛福部的社工議題 相關會議也被拒絕 可能要去支援發放快篩 然後或者是會有一些 零食的攪拌事項 就是自己到底原本 當社工的意義是什麼 薛瑞元部長他七月才上任 那我們今天也是要讓他知道 我們社工為什麼會陣亡 社工安全網五年編列407億預算 從前任部長陳時中任期 社工工會就不斷提出訴求 卻沒有得到回應 直到薛瑞元上任後 也成為他面臨的首場城抗活動 就是希望說他可以就是在可能 制定一些KPI的一些數據 服務的數據的要求的時候 可以傾聽第一線社工的聲音 這部分我們是覺得是沒有的 社工工會認為陳時中沒做到的薛瑞元能多傾聽 別再用社會安全網過於繁複的指標 讓社工只能忙於文書工作 衛福部也回應將納入檢討研議 作為未來市政參考 TVS新聞是某些曹州人台北報導 請支持TV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